我们再看底下第一句经文 此门唯有法菩提醒 上山之人方能去如动开此门 古与通达山区门 这个门 在我们这部经里就是极乐世界的大门 极乐世界是善趣 那什么叫法菩提心 欧耶大使 在弥陀经要节里面讲得非常之好 真正发心求生净土 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 这个人就是上山之人 我在此提 更具体跟诸位说明白 你能把无量寿经念书 最好是念背 五十六十以上 记忆力刷腿了 不必背诵了 如果要背呢 只背四十八月 这一品就行了 六十岁以上的人 希望你熟读这一品 五十岁以上的人 早扩 四十八篇 万括 三十二到三十七篇 你还行 五十岁以前的 最好是到 无量寿经能背书 无量寿经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无量寿经 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 你念佛 深深阿弥陀佛 跟无量寿经相应 一句佛号是一步经 也不禁浓缩成一句佛号 心是佛心 愿是佛愿 得是佛德 行是佛心 恭喜你 你决定是建徒 你的品位不是下平下生 至少 也是同居图里面 上三平往生 你必须知道 上三平是上中平 上上平 上中平 上下平 上背三平 上背三平往生的人 都是欲知失之 而且生死自在 自在是什么 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想在这个世间再住个几年 也不在乎 没事 他有这样的功夫 中背一下就不能了 上背就得大自在 西方极乐世界的过门 大开 欢迎你回去 古云通到善事门 后来说 云火洞开 在唯有成就 经过 菩萨 群生 之 净土法门 这就说得好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了 给你指示出来了 这个门是 弥陀法门 弥陀陈陈就 经过 菩萨 群生 你真听懂了 听明白了 真干了 不愧是 阿弥陀佛的 真是 弟子 所以 极乐的过门 我以你动开 我以你动开